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读过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这支正在排练的乐队 是几名来自南昌航空大学的外国留学生组建的 他们不仅会翻唱众多经典流传的中国民谣 也将自己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谱写成为歌曲 想把中国唱给世界听 我们是一带一路乐队 我叫丹尼尔来自唐昌尼亚 我们大部分是来自一带一路的国家 也可以把中国的文化给我们的国家的人去看 为了这个要叫我们的乐队一带一路乐队 一带一路乐队目前共有四名成员 分别是来自坦桑尼亚的主唱兼键盘手丹尼尔 来自赞比亚的贝斯手阿贝 来自津巴布韦的鼓手尼亚瑟和主唱奥德利 近期在学校的支持下 他们还共同创作完成了《带你认识大中国》 《我和我的汉语老师》 《留学生的中国梦》等原创音乐MV作品 在网络引起广泛贯注 我觉得这首歌给国外的人 是一个好的方法 作为南昌航空大学航空工程专业的研究生 丹尼尔表示 自己即将顺利毕业 准备回国工作建设家乡 但他依然会坚持音乐创作 把对中国的喜爱唱给世界听 肯定会 因为现在在我国家有一些人已经看到了这个 所以到那里可以跟他们 在这个学校毕业的他们回去 所以回国可以跟他们一起继续唱 越来越多 是的 但是我希望 在未来有再多一点 南昌航空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谢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一带一路乐队 2013年由学校的外国留学生自发创立 历任的乐队成员 有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 校方也鼓励支持他们进行多元文化交流 并希望乐队能够通过新人加入一直保留下去 把中国唱给世界听 他们走出了 从学校、校园走出了南昌 那么我们希望一带一路乐队保持这个传统 虽然学生会一届届的来 一届届的走 我们希望这个一带一路乐的品牌 和他们的这个乐队构成 一直保留下来 一带一路乐队用歌声来表达 他对中国的理解 把中国唱给世界听 也把世界唱给中国听 是你和我 是你和我 感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